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2号星期二 前两天我们得到了消息 我们说共和党在参与的老大米奇麦康奈尔支持弹劾川普 很多人不服 觉得我们的消息报的不准确 说米奇麦康奈尔写计划书 写所谓的弹劾备忘录 是要给他们添毒的 是告诉他们很难 是不想给他们干 是想要阻挡他们 我觉得不是 如果要阻挡就直接说我不支持你滚就得了 对不对 上一次第一次的时候 麦康奈尔是不支持的 那个时候态度非常坚决 对吧 麦康奈尔当时还写了一封信 我们还读了 对不对 这一次能够把计划书 把那边上路写出来 我说就什么 说明他要支持 不支持他不会写的 对吧 有些人不理解 对美国政治看来还是嫩 还是看不懂 今天纽约时报报道 发文 纽约时报得到了比较准确的消息 如果你觉得纽约时报再不准确 我就没办法了 好不好 因为 当然纽约时报是比我晚一些 纽约时报是1月12号 今天发了这条消息 比我晚了三天 也说我们的消息比他更早一些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兄弟媒体来了 印证了一下 我们报道的没有问题 纽约时报说 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认为 川普总统犯下了应该被弹劾的罪行 麦康奈尔被民主党弹劾川普表示欢迎 他相信弹劾了川普的话 会更容易把川普清除出共和党 要减少了川普对共和党的影响 美国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 也是共和党的大佬 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主席 李兹切尼 这也是共和党里重要人物 麦康奈尔是参议院的共党老大 那个是李兹切尼的 等于是众议院的第三号 共党第三号人物 周二表示他将投票弹劾川普总统 这说明什么 参入两院的大佬们都出来表态了 而且这都是共和党的大佬们 出来表态了 所以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消息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某一种共识 达成了某一种勾兑 或者狼狈维艰 反正不怎么知道 他们现在商量好了 打算在参入两院的一起 争取在1月20号之前 通过弹劾川普 那么以前来讲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表态 因为民主党那边不用说 民主党那边 Nancy Pelosi肯定能搞得定 然后查克舒默 他们参议院查克舒默 也能搞得定 搞得定他们民主党那边的 那边是没有问题 那边都是铁的 铁票 就看共和党这边了 共和党这边 必须给他们凑一下数 他们要的好像不是很多 据说他们在参议院 只需要共和党这边 出17个人就行 众议院那边就一个都不出 他们也能强行通过 他们人数够了 那么主要就看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这边如果支持的话 那么以麦康奈尔在参议院 深耕这么多年 就是拉17个人出来 还是有可能的 好吧 那当然了 这个我也不能说我报道了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我们两家 两个兄弟媒体一报道 就一定是真的 我知道有一些人 还是不服 还是不满意 但是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一会会把纽约时报 今天发的相关报道的链接 各在我视频的下方 你要是不相信 或者不服 你可以去看一下 纽约时报的原文的报道 好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冷静的去思考 就是说川普到底有没有可能被弹劾 我认为恐怕是问题不大 今天是1月12号 昨天 我们是9号还是10号 我们报道了 他们要 我记得我是1月9号的时候 我报道了 对不对 他们就是说准备好了 南西佩洛斯已经说了 就是说你放心 在你参议院的休会期间 我一定会把我众议院通过 而加上去 他们昨天正式提出了 明天他们会拒绝表结 拒绝表结的话 我觉得南西佩洛斯应该搞定 他的民主党的这帮众议院议员问题不大 明天应该我觉得99% 我认为他们会在众议院通过 然后会交到参议院 交到参议院之后 查课数目会保证参议院 民主党这边全部投 麦康奈尔那边拿17票的话 我觉得麦康奈尔如果全力以赴的话 我觉得他能拿得到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这一次弹劾川普成功的可能性 达到了99.99% 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或者有什么意外问题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很有可能会通过 因为麦康奈尔的毕竟他好像干了六届参议员了 而且好像连着多少届都是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老大 对不对 他的影响力 他对很多议员的这种说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对吧 我觉得你要他搞得多了 搞40票都搞不了 搞个17票他都搞不到 他是白混了这么多年 对吧 所以只要麦康奈尔 其实1月9号的时候我就说了 只要麦康奈尔和南西佩洛西他们两个一谈妥 一搞定的话 这个事 真的就是不说十拿把掐 这个也差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所以 川普今天临去德克萨斯的时候 在他执政非典的草坪上 跟记者说了几句话 川普说 就是说弹劾很有可能会撕裂美国 会引起更严重 可能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我想川普真的没有威严耸听 我觉得他们在这种时候做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伤害这边的感情 而且就是说连一些中立客观的 一些 就是说一眼看客 就是说既不支持共和党 也不支持民政党的 也有点觉得他们过了 是吧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 你像在我们家来讲 我算是坚定支持川普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事上 我发表意见也不准确 我老婆是两边都不是那么特别支持 对吧 但是就连我老婆来讲 看到他们对川普如此的赶尽杀绝 到了最后 川普已经都认输了 而且川普已经答应了 1月20号要平稳交接政权了 在这种形状之下 他们最后还是赶尽杀绝 你说说你的感受 你要不把麦克打开 你可以说说 因为我觉得你是算比较中立 就两个字 过分 对 真的是这样子 以至于连德国的总理默克 默克一直是非常不喜欢川普的 对吧 默克对川普的这种厌恶 是易于言表的 以至于现在连默克都站出来 都觉得 就是说民主党 他们的这些大的财阀 连推特啊 Facebook这么搞 他觉得是有问题 是过分的 对吧 像我老婆说的就是过分 对吧 两个字 欧洲的都在反弹 对吧 以前来讲 欧洲都是支持民主党这边都是反川的 这一次民主党如此的赶尽杀绝 如此的下黑手 而且到了最后了 到了最后了 就是说人家已经认输了 已经下台了 对吧 杀人不过投散地 这种事情已经分了胜负了 对吧 而且你说人家监视到了1月6号 怎么1月6号 你国会联系会议 对不对 我也监视到了1月6号 我才认输 我才吃沙发的 对不对 那你国会 你没有提名 你没有认证了 那我们当然接着到最后一天了 那你国会已经认证了之后 那我们第二天 我们分分都认输了 川普认输了 我们也认输了 对不对 那你们还要干嘛 对不对 沙发不都吃了吗 你还帮我招沙发里吗 对吧 我觉得你再往下 你就过分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记得以前 前两天骂网友 有人网友出过告状去 然后说我怎么着 怎么着 先来一件事 以前我们出风的时候 打架 把人打了 打完之后 人那边不干 不干了 来闹 闹到呢 就是说不如我们搬的 到我们就搬主任那去了 搬主任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样啊 这个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通常吧 我觉得啊 要是被死动打了呢 那可能也该挨打 因为也不是个欺负 就是没事欺负人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是被打了之后 你也要想想就为什么打你呢 对吧 一个年纪这么多人 为什么凭他妈打你 不打别人呢 对不对 所以有的网友说 我骂他 我卷他 对不对 我骂人不好听 那我跟你说 我还没骂特别难听的了 好不好 那天我给你展示 我展示 我怕可能不能播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要想想为什么骂你呢 对吧 民主党也要想一想 走到这一步 你如此的过分 后面如果这边有巨大的反弹 这边做了什么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中间的选民可能都觉得 这边是应该做的 可能打你一顿 揍你一顿 都是活该 对吧 就是说我们打了你 都会觉得怎么说呢 要是被我们打了 你也是该挨打了 对吧 你走到这一步 真的是已经天怒人愿了 对吧 自己找南康 可以这么说吧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